尽管国民党总统人选现在已经启动了初选机制 但是呢外传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还有副总统吴敦毅 都曾经私底下表达支持立法院长王金平参选 刚好今天下午呢 吴敦毅跟王金平出席了同一个活动 对于这个传言王金平证实了朱立伦确实有劝劲 但其他人呢并不是直接的 他就不方便多谈了 而两个人在活动期间互动也是相当的亲密 坐在一起而且不时的耳语召谈 致辞的时候更是互相赞美对方 副总统吴敦毅立法院长王金平 两人一同出席活动互动超麻吉 那政策呢可以一再的调整 那与时俱进 我想这就是我对生机业最大的一个帮助 那再度感谢我们吴总统 在担任院长的时候 诸多的关注跟这个助力 王金平上台致辞不忘赞美吴敦毅 好交情的表现还不止如此 两人相邻而坐也是巴递巴递 不时耳语交谈外 聊着聊着吴敦毅也会拍拍王金平的手 听到对方赞美当然礼尚往来 直接当大家的面掌声赞扬 王金平也立马起身致意 两人镜头前互拨钢警 其实就是因为外传助力伦 即吴敦毅都曾劝禁王金平选总统 尽管没有明讲 却也间接证实吴敦毅也是挺自己 两人互动亲密要传达的讯息 不言而喻 王院长刚刚有证实说 你有透过人去支持大选中共 不知道是否没听清楚 还是天机不可泄露 吴敦毅露出惊讶神情 也留给大家无限想象 但不管如何两人的互动 是真心还是假意 也只有自己最清楚 欢迎订阅杨文组王威台北采访报导